小心点 把这两个一把打开 在船后脚面发现不明于品种一批 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执法人员在巡逻的过程当中 是登岭检查了一艘船舶 对于这艘船舶进行检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发现 在船舶前甲板的船舱底下 它是有石头跟铁链等相关的物品 同时它有专门用于捕捞珊瑚的一个托网 我们发现船舱里面是有疑似珊瑚的物品 那么经过鉴定 该批疑似珊瑚的物品 是属于国家珍贵并为野生动物 红珊瑚和角珊瑚 最终对犯罪行人黄某某 是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并竹拔金十万元的这么一个厨房 在船舶前甲上的船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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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